好,最後還有兩個部分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包括簡報路徑的調整還有刪除 對不對,還有就是你做好的存檔跟輸出 這兩個部分,好,我們要廣播對不對 我看到大家脖子伸長了,我就知道了 那我們來這邊看一下 剛剛講過路徑的調整按著這樣是不是很簡單 對不對,刪除 應該不用講了,叉叉就好啊 這大家最會的 那麼,如果你已經做完了 當然第一個動作,要先把它的原子檔保留下來 就跟你PowerPoint會呈成PPT意思一樣 你看我們右上角,這裡有一個保存對不對 好,這一個,你把它按儲存 好,那它的副檔名呢,是 因為點FS,就Focus Guide 那你存在哪裡沒有關係,好,存起來 OK,那麼好的之後我們來做輸出的動作 輸出,那我們現在用的是國際版 所以就只能輸出這個 你可以點看其他的沒關係 它只是告訴你要升級而已 你還是可以點啦齁,後面就沒路了嘛 它告訴你這個付費的方案啦 那原則上,你看免費的方案 我們放在雲端的部分 有100G,應該夠了吧 我們現在那個Place好像沒有特別 註明說那個空間的限制 可是說真的,簡報用到100G 你有那麼厲害嗎 你想看看,我們大部分就是一些圖片啊 文字而已吧,除非你有放影片在裡面 不然的話,真的檔案要變大 是他們還蠻難的 你不要忘記人家要看的時候 要笑得更久 對吧,如果你真的是 這個是你把影片砍在裡面 很大的檔案砍在裡面 這樣看的時候不是要等更久嗎 所以一般來講 這個對我們來講是夠的齁 所以呢,如果我們這邊 就先試著輸出到雲端上 那你可以自己選擇 要不要公開 因為有些人我不想公開嘛 可是你展示的時候 你只要登入網頁就可以展示啦 一樣還是可以,OK 這一個,那我就先不公開好了 第二個呢,你要選擇一下 你的簡報到底是屬於哪一類的 選好了之後呢,你可以看一下 他這邊還有一個Loading的 就是內容加載中有沒有 還在下載中啊 像Flash就很常有這種東西 你可以自行設計一個 你覺得比較喜歡的 有沒有 你可以自行設計一個 那再來就是我們在這邊 高級選項 關鍵字 還有你的描述 這個描述它會自動抓我們 簡報裡面的文字內容 把它加在裡面 這個部分其實我會蠻建議 如果你是屬於公開 而且又是怎麼樣 比較希望人家找到的 關鍵字一定要下 就跟網頁關鍵字一樣啊 這是屬於網頁的關鍵字啊 中間你就用逗點隔開就好了 你下好了適當的關鍵字 別人下次在網頁上搜尋了之後 就容易找到你的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就發佈一下囉 輸出 好 來這裡 末式 這邊 他說那個標題有沒有 不能 都是這樣子 要改一下 這樣就傳到雲端上了 等一下他就會把那個網址給你 好 把網址給你 那當然如果你在這邊自行 用的比較多 處理的時間 會相對比較久 好 相對比較久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那利用這個時間 我們可以 他在輸出的時間 我先帶各位到哪裡 帶各位到他的官方網站上去 你從右手邊也可以 或者你用關鍵字找都OK 有沒有官方網站 你從這邊 今天軟體如果你不從我們oneone這邊下載 你就到官方網站下載也可以 好 進來之後 這邊是不是有下載的 有沒有 那如果你 本來就有會員的 你就從這邊三印就好了 因為你剛剛已經有 輸入帳號密碼 對不對 就從這邊三印進來 好 你登錄進來之後 你可以在上面直接管理你 在發佈上去的簡報 不管有沒有公開 像我剛剛就是屬於沒有公開的 好 你看我往下走 預設你就是檢視而已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自己的 當然 在網頁上也會有一個 你自己的頁面 你的 就是 等於所謂的home page 那 如果你要做管理的話 你就找到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看到 My Frementation 這個地方 他可以用不同的資料夾分類 但是我的還不算太多 大概十幾二十個而已 所以我覺得放在Default還可以 所以我就進到這邊 縮小一點 有沒有看到刪除的 有看到的對不對 甚至你可以複製一份 或者是怎麼樣 有些人不小心 原市長不見了有沒有 請問你如果你是 powerpoint 原市長不見了 你要去找誰 你們沒有這種手殘的經驗嗎 就叫你不要刪 你又刪 然後垃圾桶叫你不要上垃圾車 你又按清空垃圾桶 你沒有這種經驗嗎 有時候你明明叫這個手錶 這個手錶就可以按下去啊 有辦法救回來 這種東西即早發現 即早治療是有用的 但是如果你經過一段時間 通常已經被毀屍滅氣了 有一些救援軟體啊 檔案救援軟體啊 如果你剛發生 基本上大部分都救得回來 即使清空垃圾車 有沒有 清空垃圾桶還是可以 那個在我部落格才會有介紹 現在就不介紹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下載 有看到的齁 所以也可以從這邊再把它下載下來 所以等於你在上面 事實上也可以 等同好像做一個備份的意思 做一個備份的意思 然後呢你看我們這邊已經好了 有沒有輸出成功 好 那它會給你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QR Code 一個就是你的那個簡報的網址 甚至呢 如果你有需要坎入在網站裡面 它會給你一個那個iPhone的語法 這樣清楚 OK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這邊 因為呢我剛剛在這邊是屬於 就是不公開的 不公開的 所以呢 你在這邊可以自己 自己瀏覽而已 來 點一下 有沒有這樣就開始它就加載中 我們剛剛那個那個畫面的訊息 就這樣直接進來 所以如果說你不太希望說 欸我就放在上面的 那你也可以就是變成專案檔裡帶著 只要電腦裡面有安裝 這個軟體也可以打開嘛 或者是我剛剛講的用成什麼 前提版的那個 對不對大陸版的 它就可以變成一個ESE執行檔 像我在桌面上這裡我就有一個ESE的資金檔 有沒有看到一個資金檔 這是一個ESE 我點兩下打開 它就把它的什麼 播放程式打開 這樣有沒有進來 這樣瞭解它的概念 所以你一樣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好 那我們這樣放在上面這裡就OK啦 這樣應該沒有什麼不一樣吧 可以啦 因為我們這邊都沒有加東西嘛 所以就看起來覺得有點怪怪的 好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各位囉 所以你看我們像這樣子 第四個步驟這邊 我們就講完了 來